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害怕 为什么害怕 是因为很多代表性 很多之前都是很机优的苹果股 一直跌下来 不但跌 而且还是大跌 杀到跌停板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有苹果股 我昨天早上的测标 我就先预告了 出手就苹果股 那么礼拜五收完盘以后 礼拜六早上 你看到我节目 我跟你讲 第二集 出手就苹果股二 我大可以跟你讲得很大声说 马老师在这一波 全市场上包含你都看到了 从九月份一路修正下来 十月底我把郁金光 夜城空单回补的时候 我还告诉你什么 救不了 我也救不了 我把这个资金去转做3D感测 你看到这一个多月以来呢 强不强 最强 礼拜五又是3D感测族群在领军 那么最关键最关键的苹果股 怎么救 我说我出手就苹果股 这两天一直到礼拜一 都还会有11月营收公布的业绩调整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一句话 接下来12月1月 如果不是iPhone X 不是真正苹果受惠股 之前只是题材性上涨的 我也没办法救 说真的 我说我要帮你去救这个苹果股 我不是设飞标啊 去买一大堆苹果股 去扫射每一个低点 没有必要 带会员去做几档股票就好 会长的股票 说真的 其实有时候一档就够 不要太多 那关键重点 你会说 马老师 你现在最担心最害怕的 苹果股这一波跌下来 从9月份的高点跌到12月份 这一个礼拜杀得离谱啊 然后你又看到你接收到的资讯 叫你礼拜三 礼拜四 跌停板的价位去砍苹果股 你砍得下去吗 为什么在之前高点 为什么你没有收到这种讯息 告诉你高档是要放空 是要避开的 而不是在礼拜三 礼拜四 全市场我知道很多人带着你 追杀苹果股 你可能收到的讯息 叫你去追杀跌停板的价位 你心都凉了 对不对 那怎么样救你的苹果股 先回头看一件事情 我们在礼拜五的早上 我跟你讲说我要救苹果股 礼拜五收完盘 真的涨上来了 那关键重点 我高档有没有带你避开 有没有带你去放空苹果股 之前的节目内容 你都可以去查证 到公司的官网都有影片 可以去查证 亚洲投顾的官网都有影片 都可以去查证 郁金光579块 9月5号是什么价位 9月5号高点596的第二天 有没有 596的第二天 9月5号579 到礼拜五 这一段的价差 这个属于252块 这一段 我们到10月底 我就跟你讲 我空单回补 去做3D感测 从10月底回补到现在 有没有涨 是不是我又对了 我带着你高档避开 低档回补 再转做3D感测 你都看到了 不是只有一档 夜城 来来来来 你看看 364块的夜城 6456 GIS 很多人都有 你看看 8月31号在这里 379块的第二天 加入MSCI开始以后 开始跌 跌到礼拜五 212块半做收 这一段的差距 你知道差多少吗 151块半 一张差15万 我也不是说 带你补在最低点 10月底回补之后 我也说不救你 结果呢 你看 这一段又跌了 几十块下来 364 跌到礼拜五 212块半 151块半 10张差151万5 我还要讲什么 说真的 光是在高档 能够带你放空 到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大赢家 那接下来呢 很多投资朋友 其实你都 这一段也很担心 大盘指数 明明一直涨 涨 涨 涨到10882 结果 很多投资朋友 你的股票呢 跟苹果股一样 见到高点以后 就一路盘跌 润成 礼拜四 还杀到跌停板 是不是有人 叫你停损 这些内容 我都知道啊 投资朋友 我不是只有 讲两档股票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高档 开始起跌 我都一直提醒大家 请你避开 这些要转弱的 苹果股 甚至我在Light 8 跟我们的Light 8 生活圈的好友 一起分享 免费 我说我只有一个目的 我不是说放空 他叫你们 一起跟着我卖 没有 很多Light 8 分享里面 我说我们这些个股 我们没有放空 但是请你避开 我不希望你 股票的资金 套在高档 那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好处啊 我真的要带你的是 高档避开以后 拉回来 去买真正底部 起涨的股票 一个波段上去 去年买进的细晶元 真的不是涨一倍 台胜科涨三倍 环球晶涨五倍 这个观点 我再举个例子 10月5号台光电 我说法人丹在调节 法人丹在调节 10月5号台光电 来我们看看台光电的股价 10月5号什么价位 这里 10月5号 是不是开始起跌的位置 台光电 跌到礼拜五的低点 94块半 这一段的下跌 这一段的下跌 47块 10张47万 两个月的时间 10张47万 你说资讯的价值 不是就是要带你避开风险 去买会涨 会起涨的位置点吗 你回头看看 10月5号 我Lite at 好友的分享资讯 有没有 Lite at好友分享资讯 在这里 141块半 跌到礼拜五最低点 94块半 那更不用讲 演讲会场上 我讲一个多月了 2337的望红 全省演讲预告 跟你讲第四季的营收 第四季的营收会怎么样 结果11月营收 公布出来 月减20% 2337的望红 你自己看 礼拜五 还杀到什么价位 礼拜五最低价 39.85 你看看 这一段跌下来 望红差距差多少 18块4 18块4 10张代表 18万4的价差 这些都是苹果股 我有没有带你避开 我带你避开的目的是要买 真正低档会起涨的股票 会起涨的苹果个股 你说在11月24号 11月24号 有没有 2317的红海 我还请投资朋友避开 红海那天早上是盘前7点43分 为什么外资一直卖红海 我在演讲会场上 我在LINE的好友资讯上 有没有跟你讲 请你避开 盘前讲的106块 11月24号是什么价位 在这里 在这里 前一天收高 第二天106块 11月24号 一路跌到礼拜五的92块半 这一段行情不到一个月 13块半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红海 5张10张 20张50张 100张以上的红海 13块半 差多少 不到一个月 有没有钱你避开 106 跌到礼拜五 92块半 这些都是苹果股 最真实的股价写照 也是你跟着我的这些资讯 加入我的好友的资讯 我们都是免费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资讯的内容 还包含了11月29号 我说大力光 法人担待调节 避开 3008的大力光 11月29号 收在5240 来我们看看股价 11月29号是什么价位 在这里 收盘 11月29号 收在5240 结果五天的时间 跌到什么地方 12345 五天的时间 收在4265 这五天 你很难相信 975块 你会说 马老师 早知道我就去放空他了 早知道你要放空他 你要有资金 第一个 你要有资金 5240 一张要多少 将近500万 第二个 要有融券 融券不好掉 至少 投资朋友 你是我的好友 我有没有能力 带你避开 五天 975块的暴跌 然后 礼拜五早上 我还告诉你 我要出手 就苹果股 你看看 止住了 4370 从4260 到4370 已经从低档 拉升110块 我还要印证什么 全市场上 很多投资朋友 你都看到 这一波 我马老师带着大家 不光是电视节目 LINE AD好友 会员朋友 我们都是带你 完全避开 苹果股这一波的大跌 重点是 礼拜三 礼拜四 跌下来 我告诉你 上礼拜三 礼拜四 上礼拜三 礼拜五 我在卖股票的部位 跌下来 我在礼拜三 礼拜四 我是站在买方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是去追买 追杀那些 弱势股票的苹果股 礼拜五盘前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礼拜四 回到景线的位置 跟之前的龙达 跟之前的齐鸿 回到景线位置 买点 你看看 礼拜四 收盘涨5% 礼拜五 还有再回来一次 还是一样 没有点到这个景线 再回来一次 收盘又拉上去 小跌一毛 什么股票 3D感测的人脸辨识 3D感测的人脸辨识 我说 马老师 你真的好厉害 礼拜四 大跌下来 你就会抓 3D感测的股票 到了礼拜五 全市场都看到 3D感测的股票 算是苹果 这一波受贿股 iPhone X 带动的3D感测 全新涨停 稳貌大涨将近7% 10张差了18万5 精彩涨了快9% 高低来回价差15% 你是卖在低档 还是买在低档 最重要的 这些苹果股 哪一档最强 哪一档会跑最快 想不想知道 很多个股 你看到这一波 要滑从10月底 有没有 从10月底 我们开始推荐 到这个礼拜 12月4号涨停 12月7号再涨停 你看看到礼拜五 最高到多少 我把图缩小一点 这一段 长了快一倍 要滑长了快一倍 请问 接下来呢 平股股都已经跌下来 变低变便便宜 礼拜四还爆量 谁会跑最快 哪一档个股 在这一周周末时间里面 我说我在两场的现场分享 我要跟大家分享 真正法人在锁定的标的 11月营收 还在创历史新高 11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那么底部起展 有没有机会 领军苹果股 跑第一呢 想知道的 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盘式架构 不要说我马老师臭屁啊 高档 谁带你去真的 放空苹果股 这一波跌下来 我也告诉你 把资金转到3D感测 人脸辨识 电竞运动股 那么接下来呢 市场上我知道 很多人告诉你的是什么 礼拜三礼拜四 叫你去砍苹果股 叫你去砍3D感测 让你股票卖在最低点 礼拜五一反弹 哇 苹果股3D感测 好多拉下引线拉起来 甚至礼拜五还拉到涨停板 你如果是卖到下半周 不管是礼拜三礼拜四 还是礼拜五 卖到低点 会垂心肝的 我有没有能力带着你 你看到在九月初的玉金光 五百七十九块 到礼拜五收盘 三百二十七 光是高档能够带你避开 就跌了两百五十二块 十张两百五十二万 我不是叫你去砍低 而是高档带你去避开放空 夜程也是如此啊 三百六十四块的夜程 带你去放空 到礼拜二 到礼拜五 两百一十二块半 差了一百五十一块半 一百五十一块半 十张一百五十一万五 避开不是很好吗 很多投资朋友 从三百三三百二 一路跌下来 我带着很多投资朋友 这一波是完全避开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跟上来 你也不用特别感谢我 因为我们该做我们的本分 很多工作 我知道每一次讲座里面 很多投资朋友 都问我这些苹果股的时候 你回头看一看 六四五六的GIS 三百六十四块 跌到两百一十二块半 叫你卖 告诉你卖 卖 跌到现在 差了多少 一百五十一块半 一张如果没有卖 差十五万 三张五张就差多少 资讯的价值 就是要告诉你这些 很多投资朋友说 马老师 真的 几千位的好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台光店 十月五号 一百四十一块半 什么价位 好友们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十月五号 一百四十一块半 在这里 有没有带你避开 弱势股的下跌 更不用讲 在十一月份 几次的全神讲座里面 我告诉大家 旺宏要小心 因为第四季会怎么样 这还不是我说的 全神的讲座预告 五十四块半 你看到旺宏 真的 礼拜五最低跌到多少 三十六块一 三十六块一 这个差距差了多少 不要说三十六块一 这个股价的走势 你很难想象 五十几块的股价 五十四块半 跌到三十六块一 可以跌十八块四 跌到三分之一 十八块四 十张就差十八万四 多久的时间 才一个多月而已 我有没有带你避开 你听我现场的分享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 为什么 不是只是随便讲讲而已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那么 十一月二十四号的 红海 外资为什么一直大卖红海 我有没有告诉你原因 你又是我的见证人 十一月二十四号盘前讲 还有来到一百零六块 二三一七的红海 十一月二十四号 有没有 十一月二十四号 在哪里 来 我们把图放出来给你看 在这里 十一月二十四号 一百零六块 跌到九十二块半 红海光是这一段的下跌 多少 十三块半 十张就差十三万五 不到一个月 这些资讯 我们每一天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力光 十一月二十九号 避开 不要碰 你看看大力光 十一月二十九号 在这里 五二四零 五天 九百七十五块 有没有 这五天 从五二四零 跌下来到四二六五收盘 五天的时间 九百七十五块 你说 光是这一档股票 九百七十五块 几千位的好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有没有请你避开 那更重要的 我的目的 带你避开 不是要帮法人出货 不是替外资抬叫 我说过很多次 我只有一个目的 行情跌下来 你的资金 该买什么股票 这也是苹果受费股 营收公布出来 十一月创历史新高 有这么难吗 很多投资朋友 是买到弱势股票 一直爆 一直爆 一直爆了以后往下跌 很心痛 高档 你看过这么多的讯息 苹果股 从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我一直带着你避开 到昨天 我节目测标 告诉你什么 出手 救苹果股 礼拜五早上 礼拜六早上 第二集 礼拜一也会重播 出手 救苹果股 第二集 这个重点 在周末 我会跟你现场分享 接下来哪些个股 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最重要是他背后的故事 就像 我们之前推荐 隆达的时候 回测前波高点 我说是小吻帽 有没有 小吻帽 你不相信 马老师上演线好长 跌下来好害怕 三只涨停板 再来 上礼拜一的 旗红 有没有 真的股价压回来 回到前波的一个位置 三天 两只涨停板 礼拜四 行情再回来一档 人脸辨识 怎么跟礼拜五 大涨的族群一样 3D感受 人脸辨识这些个股 压回来 一二三 三只跌停板 但你又避开了 回到高点 洗盘的位置 买进 你看看 是不是 拉起来 礼拜五还有再回测一次 收盘又是拉起来 关键重点 这个主轴方向非常明确 3D感测 是不是算苹果收费股 算 稳貌 大涨6.9% 全新涨停 稳貌大涨6.9% 精彩 大涨9% 那么更不用讲苹果股 谁会像药华一样 4号涨停 7号涨停 有没有 这一波段以来 你仔细看 药华从10月底涨身上来 你知道这一段涨多少了吗 一倍 我们要的不是只是跌身反弹 我们要的不是去拆底摸底 那个没有意义 我们要的是怎么样规划掌握12月的主流股 在周末时间 我说你如果是真的不能来 中南部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是真的不能来 直接利用中场的资讯 跟上我的脚步 礼拜一 我直接带你做进场 不要说股价大涨上去 这个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跌下来的时候 好害怕 不敢买 涨上去了 又开始追 不要这么做 短线上的洗盘压回 反而是主流股的好买点 怎么样跟上这个资讯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在礼拜 这个礼拜周末时间里面 我会现场跟你分享 中南部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了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礼拜一 我带你同步操作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